近來大受玩家歡迎的 Apex 英雄 全眼間就來到了第八賽季 除了新英雄 新外觀 新武器之外 即將在季末登場的戰爭遊戲活動 也會推出五種全新的不同玩法喔 究竟是什麼樣的模式玩法呢 接下來一起來看看吧 在 Apex 英雄 進入第八賽季之後 新英雄 轟哥 改版地圖 王者峽谷 相信已經讓大家都殺得不宜樂乎了吧 現在配合賽季末的活動 戰爭遊戲 在四月十三日開始 將陸續登場五種新模式玩法 眾家英雄們相信都已經越越遇世 想在這全新玩法中一展身手了吧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這五種全新玩法 以及其推出的時間 首先在四月十三日登場的是第二次機會 接下來每隔幾日會陸續更換推出 終極區域 自動旗幟 擊殺時刻 裝甲再生 活動一直到四月二十七日為止 要注意的是 每種模式最多只會持續幾天的時間 想要體驗全新玩法的英雄們 可要把握時間喔 次戰爭遊戲活動 除了最吸引人的新玩法之外 隨之而來的獎勵也是十分的豐富 包含史詩集雷帕特 與三十三十造型 等可賺取的外觀道具與好康 以及五個可解鎖的戰鬥通行證等級等 都在其中 各位英雄們請趕快準備好你的行囊 開始出發戰鬥去囉